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们好 我叫沈月 然后我出道已经六年了 我出道这六年以来 演的角色都比较单一 就是同一种类型的角色 会不停地找上我 我并不觉得这样不好 我只是想拓展一下自己 想尝试各种各样类型的角色 你刚才说的话我不认同 说什么每次找你都是同一个角色 每次找我都是妈妈 我都可以演不同的妈妈 为什么没有想过 非常紧张 然后说完了怎么办 对 我就是因为 差不多类型的角色找我 但是我没有那种能力 把他们演的区别化很大 所以我就想来多学习 那你都没有看世界 演员要看世界 要看很多东西 然后每次看完的东西 可以记起来 然后在你偶尔有一天 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都要把它放进去 老师们好 我是凯琪 我这一次来想要做一个 类似于调色盘演员吧 就是希望可以尝试不一样的戏 你什么戏没拍过 我没有演过反拍吧 就是古装现在戏 就是搞笑片呀都有演过 现在你给我的感觉 都是你好 然后很陶瓷哇哇 这会把你封死 因为今年年都40多 我觉得年龄只是一个号码 你抓得好 这个是你的优势 抓不好 它会绑死你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是 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 要小心一点 这次绝对是一个最大的机会 可是如果你这个机会抓不好 我真心告诉你 你已经差不多了 请坐 下一位 老师们好 我叫刘耀文 然后这一次综艺 其实是我第一次演戏 然后想借此机会尝试一下演戏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 节目能够让我更自信一点 因为我对表演 其实是没有那么自信的 不要常常提你自己没有自信 应该常常提我行 我很自信 这是一个心理的训练 对